他们只会告诉你该怎么做 至于做本身这项实践活动 你要靠自己的力量完成 附中就是这样培养起了 青少年的综合能力 都是无默默的 而且都是无私的 其实我觉得倒不是他们的奉献 倒是他们价值教育理念的一种体现 就是说他不会把学生 经营课本中或者经营体罕中 不为书不为上 求心求辩 然后希望学生能够得到全面发展 不在愤扰的舆论中迷失方向 在质疑和责骂声中 仍然向着心中的灯塔齐航 北大附中的老师不信猜想 只信现实 永远坚守自己的教学方法 力求在自由民主的校园里 允育出新一代社会的动量 当时的年代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地方就是什么呢 没有太多很物质的东西 还处在一个 比较追求精神世界的环境 当时这个一开始我也说了 咱们校园看上去比较破 但是至少在附中 校园里的一圈人 并没有这样觉得 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 渐变的过程 而且很多精神到现在就没有变得 纸上谈兵有何用 脱离了社会的发展 必然会被淘汰 而难以真正成为有价值的功能 我们北大附中 希望同学们积极投身于社会 用社会这位博学的老师 传授给大家书本里永远不会出现的知识 货中敢于尝试 敢于突破 它打破了校园的门墙 对学生的质固 任他们在奔勇的社会中自行侦托 您一定会相信 这是明智的版本 独斗胆离开巢穴的飞扭 和谈在平地间无形 我相信他们在未来的工作中间 都能够成为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这是我的希望 踏如校门的每一个刹那 心都像被泉水滋润般舒爽 轻盈 两排白羊勾勒出笔直的天空 形成斑驳的穷顶 这里是喧嚣草杂中的净途 宁静的抑郁 就是我在想 我这六年的时光 当我第一次踏进福州校门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内敛 有内涵的学校 我来的时候呢 我是仰着看比较不动的 觉得比较不动的是 你所独立品格的学校 比较自由 能够让一个人的内在比较熟练 来这里 学习之余附中给我们带来 难以名状的快乐 朋友的勾肩搭背 一起奔跑的操场 新生带来的鲜活空气 充实每一天 大家在一起参加这段生活 然后一起学习一块玩 然后还有老师们 对我的一些开导和引导指引吧 然后让我们就开始 渐渐地明白今后自己要干什么 然后我觉得他最大的感受 是教会了我如何快乐地去生活 这种快乐是你追寻 你自己内心的一种满足 我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只 自由的羚羊 日日在无边的草原上 无拘无束地奔跑 没错 我需要奔跑 但什么时候停下来 附中会让你自己决定 这就是附中的办学特色 自主 附中老师不仅是一个好老师 也是一个好人 在教书和育人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看的那个老师就特别像大姐姐一样 上课的时候简直就是 当然一般在教你知识 然后一边在谈笑风生 就是非常地知识面 非常地广 包括像上课那种 世上融为一体 共同讨论 为一个问题争论的面红耳赤啊 我觉得北大附中最大的给我的东西是自由 给你自己大量的时间去吃配去玩 或者去学习 或者去参加什么活动都可以 附中关注的是这个学生一辈子 而不是三年六年来的分数而已 但是可以这样说 每个进北大附中的带着不同的风格和个性进来 但是他们离开的时候 实际上都打带上了附中的那种自由啊 民主啊 人文的那种旺益 附中精神究竟是什么 我也说不清楚 大概每一个附中人对他都有不同的理解吧 关于附中精神 我至今依然在用 在我说话的时候 像学长教会我的三个词 就是自主学习 自由发展 自觉大当 对的人员我觉得就是 自强 自立 有自己的 要追求的一种不懈的精神 我们用心歌唱 忘掉自我 在红亮而饱满的和声中 注入自己微薄的声线 我们是一个家 我们却一不可 我们在旋律中释然 在节奏中 创造着我们独有的青春光彩 那么一开始组织和尚团 人数比较少嘛 多数以初中同学为主 大概一较少 大概有二十多个人 不到三十人 那么那个时候训练呢 也比较艰难 在东楼的地下室 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每年的九月 附中会变身 为一个巨大的集市 各色展板填出了街道 走廊 各种声音 久久回荡在楼群中间 加油 加油 同学同学来民族 接拍了 有技术 免费交 不需技术 各级技术文章释了 欢迎同学们 踊跃加入 我们就最棒 爱业社 章释 爱业社 章释 爱业社 章释 社团的骨干们 使出浑身解数 对每一位走过的同学 口若悬河 这是我们的时间 我们的天地 需要被无限传承 相信每个人 都会心中 最真实的那片土地 自己的社团 我们的心 需要归属感 北达富裕社团 不管你是专业 还是不专业 只要你有 对这个社团的热爱 或者说对这一方面的热爱 你会在里头 过得很快的故乡 这就是北达富裕社团的精神 我记得以前 跟比我高一届的学长 在聊天的时候 他们有说到 北达富的社团 就是一个学生开展的空间 北达富的这个东西 就是一个 渊渊流长 这么传下来的一个素质文化 在抓紧学习的同时 也到丰富了自己的生活 这样我觉得一举两得 北达富裕中的艺术节 其实一直都是 这七八年来最红 最红火的 最重要的节日 然后在这个节日里面 整个学校都喧嚣了 沸腾了 到处每个角落 你都可能会看到 在练唱歌的人 在跳舞的人 在老宋的人 特别的神奇 我初一的时候 是一个观众的身份 看了那个节目 然后我初二的时候呢 就被选去老宋了 我初三的时候 我初三的时候 终于因为老宋 被选上了 然后宋完了之后 下来 心里落开了花 我高一的时候呢 就是外联部长 外联部长 在那一年的时候 负责艺术节后面的 灯光跟音响 高二的时候 就是 我们要来去做 百年这一整场演出了 我觉得其实 在校园当中 去做这样一些事情 去发挥自己的热量 其实就是北大福中 社团文化的 这么一个宗旨吧 它让学生 不仅仅是在学习 而且追求一些 学习以外的事情 一些社会工作的经验 锻炼一些社会工作的能力 并且能发挥自己的 特长的热量 所以 好带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北大福中的 社团文化呢 可以首先是丰富 同学们的课语生活 北大福中整个的 秀墙文化 会不会的感觉就是 让学生 有一个更好的平台 来诠释 来诠释自己的爱 和诠释自己的方式 来 把自己的所爱 付出于行动 大家知道啊 今年年初 我们经历了改革 这样的改革 措施一下呢 许多新的社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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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